第六章 双线作战 作者十一点半 朗读者有意 第六章 双线作战 虽然不希望看到以色列国防军被迫双线作战 但既然约旦国王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达阳也只能做出自己的回应 在耶路撒冷城内 以色列国防军和阿拉伯军团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位于东耶路撒冷飞地斯科普斯山上的118名以色列士兵 已经陷于围困之中 达阳相信约旦的装甲部队正在从约旦河谷赶来的路上 这段路程最快只需要8个小时 到时耶路撒冷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在这样的形势下 达阳命令南部战区的第55散兵旅的指挥官立刻到耶路撒冷向他报道 这些散兵原本的任务是在当天夜间空降到西奈半岛 此刻他们正在等待着被空投到西奈沙漠中去 达阳取消了这次空降 命令他们全部立刻前往耶路撒冷 在接到命令后 这些散兵们便带着全套空降作战装备 钻进了一辆辆临时征用的大巴车内 离开了南部战区 这些散兵的任务是在夜间穿过东西耶路撒冷之间的停火线 在敌人的装甲部队到来之前攻占东耶路撒冷的几座山头 同时解救被围困在斯科普斯山上的118名以色列士兵 这个任务绝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第55散兵旅的大多数指挥官们对耶路撒冷的地形一无所知 手边几乎找不到可以使用的地图 他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城市巷战的训练 但他们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作战计划 并在午夜时分去执行它 在埃及空军被摧毁整整八个小时之后 纳塞尔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下午四点钟 纳塞尔来到了最高指挥部 在这里他发现自己的陆军元帅阿米尔仿佛是喝醉了酒一样 时而兴高采烈 时而情绪低落 他看着阿米尔撞起电话 歇斯底里地向自己的军队连续下达了两道内容截然相反的命令 交集的苏联大使和埃及外交部都在不停地打电话找埃米尔 想要向他了解战场上的最新情况 但阿米尔拒绝接听任何电话 站在纳塞尔身旁的军官忍不住地冷笑说 看啊这就是我们的最高军事统帅 这就是我们用来对抗摩西达阳的人 纳塞尔此刻的心情是崩溃的 他试着与情绪不稳定的阿米尔进行了单独的会谈 虽然没人知道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什么 但当这次谈话结束时 纳塞尔无疑已经完全看清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纳塞尔迅速行动了起来 他向阿尔及利亚发去了紧急请求 要求租借他们的米格战机 他还让阿米尔对西奈的埃及地面部队下命令 要他们准备好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 向敌人发动反击 然而摆在纳塞尔面前的最大问题 是他该如何向民众解释这一切 此时此刻开罗街头的人们仍在庆祝电台中播出的 埃及军队挺进特拉维夫的消息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 埃及空军在三个小时内就全军覆没了 埃及陆军正在西奈沙漠中抵抗乙军的猛攻 根本就没有一架埃及飞机 一名埃及士兵进入过以色列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等待着纳塞尔的将士政变 暴动革命和刺杀 他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需要为埃及的失败找一个借口 一个替罪羊 下午6点05分 开罗电台开始愤怒地指责 美国卑鄙地参与了 以色列当天对埃及的袭击之中 6月6日凌晨 散兵们开始了穿越停火线的行动 在一片漆黑中 载着散兵的大巴车缓慢地爬行在 耶路撒冷迷宫一般的狭窄街道中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大巴车的车头灯完全被遮挡了起来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缝隙用来照明 他们选择的突破口是萨米尔先知节 散兵们将在这里用爆破筒炸开铁丝网 引爆埋设在无人区中的地雷 然后穿过停火线进入到东耶路撒冷 之后 第55散兵旅的士兵们将分成三路 一路继续向前夺取约旦人的炮兵阵地 一路右转向南攻占洛克菲勒博物馆 一路左转向北攻占弹药山 为解救被围困的以色列士兵打开一条通道 散兵们在距离停火线十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下了车 沿着街道两侧分两队前行 在黑暗中 每个人都只能依靠前面战友的脚步声连辨别方向 在一片黑暗中 这个匆匆组织起来的行动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 第一批散兵到达无人区后 却发现他们找不到用来炸开铁丝网的爆破筒 因为装在爆破筒的两辆大趴车在黑暗中迷了路 这时又出现了两辆好心的乙军坦克赶来帮忙 散兵们急忙把两辆坦克拦在了路上 他们担心坦克的轰鸣声会暴露他们选择的突破点 在一片混乱中 负责爆破的散兵们终于想办法弄来了爆破筒 他们在铁丝网和地雷区中 炸出了一条50公分宽的通道 用白色的胶带做了标记 散兵们开始一个个的冲向通道 在停火线的另一边 躲藏在掩体中的约旦士兵 用机关枪向他们疯狂的扫射 很多人还没跑到铁丝网前就倒在了地上 幸运的是 约旦士兵们似乎没有意识到 以色列散兵正在试图冲过停火线 所以他们的火力都集中在了停火线的一侧 随着冲过停火线的散兵越来越多 他们开始对敌人进行反击 在三个进攻方向中 攻占弹药山的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 每一个掩体 每一条战壕都要经过殊死战斗才能攻占 约旦士兵进行了顽强而勇敢的抵抗 因为约旦指挥官甚至在以色列士兵 推进到距离自己只有15米的地方时 还呼叫火炮向自己所在的地方开炮 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后 到了早上8点钟 第55散兵旅的士兵们终于在东耶路撒冷站稳了脚跟 并逐一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达阳和纳基斯在中午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斯科普斯山上 在这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全貌 作为一名犹太人 达阳十分清楚耶路撒冷老城对于犹太民族的意义 这里有着犹太教中最为神圣的场所 这里是犹太民族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也清楚 自己是2000年来第一个有机会 为全体犹太人收回圣地的犹太将领 以色列政府中的很多人也看到了这个2000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在这一天早上 北京打了一个电话 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恳求达阳 一定要想办法收复老城 北京告诉达阳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 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就连一向保守的总理艾西科尔也明确地告诉达阳 以色列政府希望能够收回耶路撒冷老城 第55散兵旅的官员们已经站在老城的城墙边上了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渴望着自己能够成为 在2000年后重新夺回老城的犹太士兵 每一个人都在等候着达阳的命令 达阳此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他却无法下达攻占老城的命令 因为他不得不考虑除了军事以外的各种因素 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话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武力威胁他们停火并撤出战场 因为没有国家有比美国和苏联更强大的军事实力 但以色列不一样 以色列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美国总统桌上的一份报告 克里姆林宫中的一次谈话 都足以改变甚至逆向这场战争的走向 十年前以色列在美苏两国的最后通牒下 被迫撤出西奈半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他不能让同样的一幕在耶路撒冷重演 除此之外 达阳还不得不考虑耶路撒冷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耶路撒冷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圣城 他同时还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城 如果他命令散兵们夺回老城 他们势必要与约旦士兵逐间房屋 逐条街道地进行战斗 如果有一发打偏的炮弹 不巧在圆顶清真寺上炸了一个洞 会不会导致中东的两亿穆斯林对以色列宣战呢 一直想要在中东扩大其影响力的苏联会不会站在他们背后呢 美国人会不会也被卷入这场冲突之中呢 就算以色列士兵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这些宗教圣地 还是可能会有一个足够疯狂的越旦士兵 自己炸回圆顶清真寺 然后再宣称这是由以色列人的进攻引起的 没有人会相信以色列人的解释 达阳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里爆发 更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自己的一个命令而爆发 最后达阳在斯科普斯山上对纳基斯下达了自己的命令 夺取老城东面的橄榄山 将老城围困起来 但不准进入 从六月六日凌晨开始 约旦国王侯赛因不断接到了从前线传回的伤亡报告 所有地方的战况都非常糟糕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耶路撒冷老城站稳了脚跟 并且在西岸地区的多个地方展开了攻势 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都只是在嘴巴上与以色列开战 真正在战场上与犹太人作战的只有埃及和约旦 他身边的将军告诉他 如果再不停战的话 约旦将很快失去整个西岸地区 面对这种绝望的局面 侯赛因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 继续作战 他也许会失去西岸地区 然而向以色列人求和 他将在巴勒斯坦人的暴怒中 失去整个王国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就在侯赛因苦恼不已的时候 他接到了纳赛尔打来的一个电话 在简单地相互问候之后 纳赛尔在电话中提议 你要不要发布一个声明 说美国和英国都参加到了 以色列对我们的袭击之中 侯赛因表示同意 纳赛尔继续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发布声明会好一些 我会发布一个声明 你也发布一个 然后我们让叙利亚也发布一个声明 就说美国和英国的战机 从航母上起飞 然后袭击了我们 侯赛因回答道 好的 万分感谢 坚持住我和你站在一起 我们的飞机从早上开始 一直在对以色列进行轰炸 纳赛尔说 谢谢你 再见 纳赛尔说完挂上了电话 就在纳赛尔挂断电话的同时 在一间不知所处的秘密房间里 一名负责窃听的 摩萨德特工仔细地记录下来 纳赛尔和侯赛因之间的这段对话 以色列政府将会在适当的时候 把这段对话的记录向全世界公开 纳赛尔此刻还没有放弃 虽然埃及空军的战机几乎被全歼 但几百名飞行员还安然无恙 等新的战机到了 他们马上就可以重新作战 虽然埃及在西奈的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 但他们还有第二道防线 部署在西奈的部队中有一半以上 都完好无损 只要地面部队再坚持几天 联合国自然会介入要求双方停火 他还有机会翻盘 但陆军元帅阿米尔并不这么想 在6月6日这一天 他突然对埃及在西奈的部队 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 埃及总参谋长法奇 正在忙着组织第二道防线 在接到阿米尔的命令后大吃一惊 他同样认为埃及军队 至少可以坚持到联合国介入 但在阿米尔的坚持下 他只好提交了一个 用三天时间将地面部队 分阶段撤出西奈的方案 但阿米尔根本没兴趣看这份方案 他对法奇怒吼道 我叫你现在就撤退 在下达撤退命令的同时 阿米尔绕过法奇 直接给他在西奈的亲信军官打了电话 提前告诉他们 及早准备撤离西奈 第三步兵师的指挥官在收到阿米尔的消息后 告诉他的下属自己在开罗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然后就丢下自己的部队 独自回了开罗 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普通士兵中 阿米尔的撤退命令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混乱 两天来 他们在收音机中听到的全部都是以色列战机被击落 埃及军队攻入以色列的消息 此时的撤退命令 在他们之中引发了一片恐慌情绪 很多人开始怀疑 开罗电台所发布消息的真实性 但是又没有其他渠道来获得真实的战况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又进一步把他们的恐惧放大了无数倍 在恐慌中 许多部队连一枪都没开过 就调转方向 开阻马力 向埃及本土逃去 通往开罗方向的道路上挤满了各种撤退的人员和车辆 在他们的身后 是留在原地不知所措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计划中 甚至都没有突破埃及第一道防线以后的内容 因为根本没人会想到胜利来得如此迅速 如此突然 之间仍然没有人知道 这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命令 在下达前是否经过了纳塞尔的同意 支持纳塞尔的人声称这道命令完全是由一意孤行的阿密尔自己下达的 等纳塞尔知道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而阿密尔则声称纳塞尔完全清楚并亲自同意了这个撤退的命令 在两位当事人相继离世后 事实的真相也随之沉默在历史的海洋之中 永远无法知晓了 在6月6日这一天 埃及纳塞尔、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宣传机构开始指责美英两国是躲藏在以色列背后的 大马士革电台宣称一批又一批的英国轰炸机从塞布洛斯起飞 帮助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轰炸 阿曼电台则宣称美军有三艘航母正在以色列的领海内开展行动 开罗电台告诉民众 坐在以色列战机里的是美国飞行员 手中拿的是美国间谍飞机拍摄的埃及地图 纳塞尔号召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站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战 在听到这些广播后民众的情绪立刻被煽动了起来 几乎没有人去怀疑这些广播的真实性 在几个小时之内愤怒的民众袭击了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美国大使馆 面对随时可能冲进大使馆的暴徒 外交人员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在开罗美国大使焚毁了大使馆内所有的机密文件 很多久居埃及的美国人被枪口指着头 被迫在几分钟内离开自己的家 然后被驱逐出境 纳塞尔召回了埃及驻美大使 并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跟着纳塞尔的脚步 很快又有六个阿拉伯国家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十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对英美石油禁运 面对这种无端的指责 英国和美国政府倍感震惊 伦敦和华盛顿都在第一时间否认本国参与到了这次战争中 但没有多少民众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否认 即使听到也不会有人相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埃及政府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添加了更多英美协助以色列的证据 被击落的以色列飞行员的口供 5月底偷偷进入以色列的3000名英国士兵 还有6月6日停靠在以色列港口的英国航母 埃及外交部还发布了一份报告 在里面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和英国秘密协助以色列的整个过程 甚至还编写了一份从5月21日到6月6日逐日证据记录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 这些内容将持续出现在埃及的历史课本中 永远成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同样是6月6日这一天 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在转过两次飞机后 抵达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完成两个任务 第一 尽量延迟双方停火的时间 为以色列国防军争取到更多的作战时间 第二 在联合国为以色列争取到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 避免重演苏伊士战争中 以色列在取得军事胜利后被迫撤军的一幕 尽管旅途疲惫 但埃班还是在第一时间来到了联合国大会做了一次精彩发言 他努力向各国代表证明 以色列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在国家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后不得已而采取的刺猬行动 他逐一回过了在战争爆发前夕 以色列遭受到的各种威胁 埃及重新在西南半岛驻军 联合国部队的撤离 以及埃及对地狼海峡的封锁 各位请看一看坐在这里的各国代表 然后试着想象一下 埃班说 如果有人强行封锁了你们的纽约 蒙特利尔 波士顿 或马赛 如果有人禁止你们使用土伦 哥本哈根 里约热内卢或是东京的港口 你们的政府会如何反应 你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你们在行动前又能够等待多久 在演讲的最后 埃班表示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色列仍然期望着和平 他呼吁说 让我们穿过黑暗 共同找到黎明的曙光 埃班的演讲 与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蛮横指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已经公开之后 立刻为以色列赢得了美国大众的舆论支持 埃班虽然成功地为以色列争取到了舆论上的支持 但他却无法阻止停火决议在联合国的通过 在这一天下午 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经过紧急磋商之后 双方终于就停火问题达成了共识 随后 联合国安理会在下午4点30分通过了要求双方停火的决议 埃班已经把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定义为自卫行为 因此他除了接受停火决议外别无选择 埃班在联合国大会上说 我们欢迎赞成支持和接受这个停火决议 接下来表态的是约旦驻联合国代表 他刚刚从电话中得知约旦军队的溃败 知道约旦已经输掉这场战争 这位代表怀着痛苦的心情 流着眼泪宣布约旦接受停火 以色列和约旦都已经接受了停火 这场战争能否就此结束将取决于埃及人的态度 在决议通过前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找到了埃及代表科尼 告诉他开罗电台里的消息都不是真的 埃及空军已经全军覆没 埃及陆军正在疯狂地逃向运河 美国人劝科尼先接受停火协议 他承诺美国将会努力让以色列撤出西奈 六神无主的科尼向开罗打去了电话 询问自己究竟是否应该同意停火 开罗发来的指示无比明确 除非以色列无条件从西奈撤军 否则埃及绝不接受任何停火协议 于是科尼在联合国大会中站起身来 宣布埃及不接受停火 埃及拒绝停火的消息传到特拉维夫后 以色列政府的高层都感到异常开心 他们赢得了宝贵的作战时间 拉宾评论说 纳塞尔简直就是我们的盟友啊 内阁成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确定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和目标 他们在这一天夜里所做出的决定 将会彻底地改变中东的政治版图